很抱歉 你的条件还达不到我们公司的要求 老板 我承认我经验不够 但是工作上的事 我一定会很努力的 我妈妈她生病住院了 我真的特别需要这份工作 我求求你给我一次机会吧 那好吧 接下来我亲自带你两个月 如果到时候你还不能胜任这份工作 那我只能辞退你 谢谢老板 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李总 最近你们这公司的业务挺厉害呀 那是因为啊 我有一个得力助手 我现在很多项目都是她来推进的 请进 李总 您要的方案做出来了 还需要您再看一下吗 不用 你做事我放心 好的李总 那你先忙 李总 这位是 他就是我那位得力助手 你好老板 这是我的简历 就你这生瓜蛋子 要什么没什么 公司还得花资源培养你 赶紧走 老板 求求你给我个机会吧 我一定会努力的 走走走走 别耽误时间 李总 我还有事 我就先走了 好的汪总 我让小智送你 汪总请 小智啊 我记得你 原来你在我公司面试过 没想到今天在李总的公司遇见你 是的 我之前没什么工作经验 是李总给了我这次机会 真的很感谢他 哦 原来是这样 你来我公司 我跟你双倍公司 抱歉王总 您慢走 别来啊 来 你知道啊 有什么条件 咱们可以谈吗 我给你三位公司 额外再给你赶紧死的股份 你看怎么样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王总 就算您给的再多 我也不可能辜负李总的 李总 他对我有知欲之恩 在我最落魄的时候 是他收留了我 是他培养了我 才能让我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滴水之恩 当涌泉相报 做人一定要懂得感恩 王总 请吧 每个人成功的背后 都有不为人知的算处 面对承受这条坎坷的路 每一步都要踏到实处 每个人成功的背后